他说有一位居士学佛非常虔诚 但是自己是一位军人 每一天从事的工作是研究作战方案 制造武器 为此很困扰 情法式思维开始 从事于这个行业 没有过失 为什么呢 你这个行业 你这个工作 是保卫国家的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这在不失里面讲是属于无微不失 所以这个没有过失 在这个世间法里面 一个国家 一个族群 一定有保卫的人 新加坡 国家虽然小 也要有军备 你没有军备 别人侵犯你 你怎么办 所以这是属于无微不失 你看看 佛门里面 护发神 都是现代将军像 他们都是军人 手上都拿了武器 保护这个国家 保护这个族群 换一句话说 我们绝不能无缘无故 发动战争 侵略别人 这个就对了 所以是实 这个保卫的战争 抵抗侵略的战争 这个在伊斯兰经典里面 古兰经典 称为圣战 诸佛菩萨也都同意 也不会反对 这个时候 沙僧有开源 开戒 这不叫破戒 你说军人受了菩萨戒 受了武戒 如果的时候 你以为保卫国家 敌人侵犯 你看到敌人 你杀不杀他 这个时候你想 我受了不杀生戒 那我杀了他 我就犯了戒了 好 敌人攻破我们 我们这个城市 国家 多少人民 家破人亡 你没有尽到 保护的责任 你这个罪局严重了 所以必须 牺牲自己 也再说不习 你这个工作 就是要抵抗敌人 佛法通勤大力 不是不讲道理的 你这个行业 保护国家 这些工作都是应当要做 所以这个没有最后 菩萨献将军身 修无为不识 我感谢了 我可以装护了 我现在准备到 你这个地方 我可以装护的 我可以装护了 我可以装护的 我可以装护的 我可以装护的